? 大家好,我就是Leo 來到3月,其實已經很亂了 比我想像中亂得快很多 本來還想著有很多時間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修剪我們家的那棵蘋果樹 在之前的集數也有講過修剪樹木的方法和技巧 但這次我們修剪的是一棵大概十多年的蘋果樹 已經踏入成熟期 跟成長期和幼年期的樹修剪的方法有些不同 我們今天就一起修剪這棵成熟期的蘋果樹 首先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這棵蘋果樹的外形 我們要從觀察這棵蘋果樹的外形 才知道我們應該如何修剪 角度就會顯示到不同的樹枝生長的方法 從而它要修剪的枝條也有些不同 看完整棵樹的枝條就可以看得出 譬如這裡的位置就可以修剪 這裡過份密集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很多向上垂直生長的枝條 我們會稱它為Water Sprout 那些通常都不會有蘋果可以生長到的 而沒有蘋果但又有這麼多葉 就會令到蘋果就會少一點 我們都要適當地修剪上面一排的Water Sprout 還有可以做回整個Crown Reduction 就是令到它沒有那麼高 也沒有那麼闊 如果不是棵樹裡面的空氣就流動得不夠了 同時因為太高我們都摘不到蘋果 會被蟲鼠吃光 也會被黃蜂吃光 好 那我們開始了 除了準備手腳我都準備了電腳 但今天應該就不會用到 在上面就看到這一種枝條 其實這樣就代表我們以前搬得很不對 這個情況我們會稱之為Topping 就是完全鋸掉所有枝條 令它沒有枝條可以繼續生長 今天我們修剪成熟樹的方法 就盡量要維持修剪的幅度 小過20%至25% 令到整棵樹就不要失去太多的枝條 因為成熟的樹和年輕的樹不同 它生長的速度就比較慢 以及它傷口遇合的速度都比較慢 所以修剪一棵成熟的樹 是要分開幾年來進行的 一年攪拌完就很容易堆垮了一棵樹 你也會看到了 這就是你也能夠維持修剪的 這就是你也能夠維持修剪的 所以你也能夠維持修剪的 你也能夠維持修剪的 好,我們看一張前後的照片 剪下來的蘋果枝條,如果是較粗,都可以用來做匙巾 今天的蘋果枝條是這麼多,記得不要一次過修剪太多的枝條 讓它可以逐年逐年回復 記得每年剪一剪就沒那麼麻煩了 現在我這一棵一年沒有剪,已經生了很多水滑,還有枝條已經很粗 令到它很難選擇如何修剪 今天完成了蘋果枝條之後,我們隨即都可以噴這個荷尼溝油 可以殺死了一些分解和已經在這裡的叢崙 令到整棵樹可以更加健康 但是天氣報告就說今晚會下雨,所以效力就沒那麼好 我們等到下完雨之後再噴就會比較好 那我下次就會拍賣荷尿溝油的過程 那今集就這麼多了,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 給你有蘋果樹的朋友看 自己做好的pruning,下次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或者可以叫我做,是不是? 我是Leo,阿尼,夏娃,再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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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